以往我們認知的腎臟病 大概都是發生在50歲之後 不過各位年輕人要小心 因為腎臟病變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而且它還是2023年十大死因之一 詩欣姐 對 以往我們十大死因 每次排盲第十名 過去通常都是肝炎有沒有 肝炎半性肝病變 但是你仔細看 2023年的第十名是叫做腎病變 這個腎炎 也表示我們肝炎治得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吃得好 生活習慣又差 腎臟病變得很重要 當然這第一名的腫瘤裡面 也包括腎癌 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是 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對啊 剛剛西梅有講 腎臟病的風險因子之一 就是什麼 年齡 對啊 就是你年齡越長 你腎功能就越差 可是他們發現說沒有 現在包括腎臟癌 它新增的患者 45歲以下占了14% 而且60歲以下的 不到60歲以下有45% 就是每兩個就有一個腎臟癌患者 他是不到60歲的 這跟其他腫瘤來比 真的是相對年輕 你看其他腫瘤通常是60歲以後 65歲以後才多 所以要注意的是說 腎癌真的可能出現年輕 而且因為他沒有症狀 我記得之前有寫過一個加油站的人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因為他長期久站嘛 所以他常常覺得他腰痛 下背痛 有一陣子是覺得 怎麼連有一隻腳都覺得麻 你知道嗎 他就去骨科看 他想說一定是因為站太久 結果後來一檢查 你骨頭那裡有個怪怪的東西 想說是不是骨癌 檢查還不是 他是腎癌轉到骨頭去 沒有症狀 所以有些人發現的時候 像這種已經轉移的 或有些人是因為腰痛啊 可能壓迫了 或者甚至血尿了 都相對晚期 所以這真的要早期發現 不過他的腎癌 比起其他的腎病病 還是相對少的 所以更常見是像這種 現在人有時候真的懶得喝水 因為喝水就要去上廁所 那不去上廁所就憋尿 結果甚至引發這種 泌尿道跟腎臟感染 這個女生上班族就35歲 她最嚴重的時候 高燒已經39.5度了 那時候血尿泌尿道感染去 然後一去就是 急性的腎於腎眼 因為你等於一路都感染上來 後來那時候 整個疾病治療之後 醫生說你知道嗎 你那個肌生肝的過濾率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 只剩62% 他說這種60%幾的過濾率 還有及格 對 等於說你腎功能也有及格 可是差不多 如果我們以年齡來算 你大概就等於六七十歲老人 因為他那個分數是一年一年降 就是說 你就相當於年紀很大的老人 如果你再不保養 有可能你還沒有活到六七十歲 但是你的腎功能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到時候可能要洗腎 可是剛剛我們想說 有些人他的壞習慣可能不是憋尿不喝水 有些人想說貪圖方便 就是隔夜菜尤其男生隨便 反正微波可能也沒有微波到完全熱 因為完全熱還怕燙對不對 對 想說最好微波到剛剛好就好了 沒想到中國就有一個男生就是 他就吃了那個沒有確實加熱 咳夜菜之後 然後開始就開始嘔吐 不心物 就急性食物中毒 慘的是它引發不只是急性營上鹽 急性腎酸節 連肝功能都受了 這麼多 對 更慘的是後來整個還下肢癱瘓 對啊 這太嚴重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隨便吃那種沒有完全加熱的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女性 她的急性腎於腎眼 其實來自的原因其實是自己懶得行為 懶得喝水 還懶得上廁所 這邊有想問一下陳醫師 什麼樣的懶惰行為你千萬不要做 我們在想 剛剛蘇青姐有說到 其實我們年紀大了之後 腎功能會衰退 那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在養肾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讓腎臟老得慢一點 因為我們腎臟年輕人大概分數100到120分 接著你30歲之後 你每年會降0.8到1分 每年一直降 所以有四大行為 四大NG行為 你會讓這個衰退的速度加快 第一個就是懶得上廁所 就是憋尿 這個真的很常見 就像剛剛提的那一位 你30歲女生 急性生於生緣 少喝水又憋尿 就會造成反覆的泌尿大感染 會讓腎功能變差 第二大NG行為就是懶得喝水 多喝水 你的排尿自然會多 排尿自然會多 代謝廢物跟一些細菌 就會被你排泄掉 那可以維持我們身體周邊的良好的循環 這個很重要 第三個NG行為是懶得活動 懶得運動 懶得運動滑手機 好多人都這樣 其實我們在運動的話 其實就可以減少很多的慢性病 但是台灣的腎臟病裡面 有一半以上都是因為 傷膏所引起的腎臟病 你多運動的話 你就可以避免掉 一半的這一些行為了 你運動可以降血壓 降膽固醇 降血糖 那最後一個NG的行為就是 你懶得去做定期的健康檢查 因為腎臟病等到你有症狀的時候 至少都是第四期以上了 但是其實我們要把握 你前面在前面三期的時候 我們通過良好的飲食改善的話 就可以阻止它的惡化了 甚至就是說我們發現 就是說你一發現是第四期 第五期了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武器可以延緩 腎臟衰竭的發生了 所以其實就是這四個行為 請大家要多注意 是 剛剛第二位男性 他是有到急性腎衰竭 可是他其實說他是吃了隔夜菜 那為什麼 柳醫師為什麼吃隔夜菜 我們一般認為 都可能會出現腸道症狀 怎麼會最後嚴重到 還急性腎衰竭 基本上因為那個案 其實我們不太清楚 他到底原因是什麼 不過我們很常見就是說 如果像這一種 他可能因為某種感染 而導致後面的出現急性腎衰竭 很多是因為他可能在 感染的當下出現一些敗血症的問題 或者是說他本身 因為感染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這個細菌有所謂的外毒素 那這個外毒素 會直接去攻擊我們的一些器官 所以一些感染功能 就會看到相當的異常 在出現敗血症 像他是出現胰腺炎 所謂的胰臟炎 胰臟炎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他一受到發炎的時候 他會把很多的 這些酵素全部都丟出去 這些酵化酵素丟出去 所以當你碰到的這一些器官 或者是影響到我們腹腔裡面的器官 其實都會因此的影響 導致進一步的損傷 都可能會造成損傷 對 那一損傷之後 再加上你本來因為感染 可能導致的這個敗血症 會導致我們到腎臟的血液 冠流會不足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導致我們所謂的 腎前性的急性腎損傷 那這種急性腎損傷 如果你沒有馬上的 去把它校正過來 它可能就會一路的進展下去 那尤其當我們本來就知道 當以胰臟炎發炎 本來事情就可大可小 可能一送交互病房 馬上發病危通知書的這一種 所以如果你沒有馬上 把它發炎的過程 馬上能控制下來 它可能後面的進展 就是演變成多重器官的一個影響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我們不是不能吃隔夜菜 那你在吃隔夜菜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幾樣東西 就是說 如果你當時的隔夜菜的保存 沒有保存得很好 不是一個密封保存 或者說你在 在一開始要分的時候 你沒有一開始煮好 趁熱就是先分開 你可能大概已經吃到一半了 已經有口水的污染了 或者空氣中的細菌去污染到了 這時候你才去分 這時候當然就很有可能 會有遭受污染的可能性 另外就是說如果有一些蔬菜 它特別在硝酸鹽的含量特別高 這個基本上 它不至於是因為跟感染有關 可能對我們身體 其實是會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當然在過去研究的人說 硝酸鹽不見得 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身體的損傷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避免 它的一個過度的攝取 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你如果吃隔夜菜的時候 一定要徹底的加熱 因為你假如說 它真的上面 已經有一些微生物的增長 你在徹底的加熱過程 還是能夠有效的把這些菌落去 進一步的降低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這些會導致我們身體受傷的 這個隔夜菜 我們可能還是要多留意 是 所以其實把隔夜菜保存的好 或者是加熱好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勝存上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感染 主廚要用料理來幫我們互生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